说我们当时买的这个手机的时候 把膜撕掉了 所以咱们这个裂屏 他们就不负责 因为撕膜导致的裂屏 手机是去年9月中旬购买的 有拆新机的视频 我当时去了也很客气 我就跟他说了一下事情的情况 他就把这个手机拿到屋里去 做了一下鉴定 做了鉴定 并没有说我有磕碰了 或者是说摔的这个痕迹 并没有提到这一点 然后就说我撕膜了 我说的我根本就没有撕 因为我根本没有看见什么膜 他就是咬定了 这个膜是我撕的 那瓶是由于我的撕膜造成的 我说确实没撕 他说那你肯定撕了 每一个书厂都有膜 那我说那我就录下来吧 证明了我不撕膜 没有撕 没有这个事情 不让 不允许个录像 于是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不可以录像 麻烦你删掉 就录了咋的 那不可以 上面有一个保护膜 就相当于约合 咱们正常整个填的外层玻璃 它把那层玻璃给撤了 那屏幕出现问题 咱这边也保修不了 都会有血的 起活的时候 都会有提示的这个 它这个确实是没有膜 到这个时候就是没有 后壳啥的 都是有壳胖的 后壳都坏了 然后正常它那个 没有那种 撕自己刺膜 然后外边壳胖啥的 肯定是符合正常保修的 肯定都是有出场 那个标准的 不可能 没有保护膜 就出场 这个肯定不可能